台湾姐姐 你怎麼了 這麼一臉不開心 而且手上還包著一個OK泵 是發生什麼事了嗎 是因為我媽媽之前要叫我縫衣服 我媽媽之前要叫我縫衣服 後來我縫一縫就不小心刺到手 她還叫我去拖地 我就說我手受傷不能碰水 之後被媽媽臭罵一頓 可是台湾姐姐 幫忙做家事本來就是應該的 我只不過想看完電視再去拖地 而且媽媽也不應該這麼兇 她常常叫我做這個就做那個 你怎麼可以這樣想 她罵你本來就是為了你好 我覺得你不應該生她的氣耶 我不管 好啦…那你先冷靜一下 我先跟你說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呢 裡面有一個主角叫做阿土 他跟你一樣 也有一點點想要跟別人交換家庭 阿土 就是這樣前腳不停地拔土往後撥 然後身體往前鑽就好了 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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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在聽阿土 媽媽 要吃飯了嗎 你從早上挖到現在 一個洞都沒挖還想吃飯 每天都挖那麼多洞 好累 不行 你今天沒有挖一條地洞出來 我就不讓你吃飯 那我可以休息一下嗎 不行 不行 我回來的時候要是沒有看到你挖的地洞 到晚上都別想吃飯 哎呀 挖挖挖 每天都在挖挖挖 為什麼我都不能出去玩呢 好無聊喔 媽媽 那裡有隻土鍋鼠耶 嗨 嗨 你好 我叫芽芽 你 你好啊 我是阿土 芽芽 你先跟阿土在這裡玩 媽媽去找點好吃的東西喔 好 媽媽要小心喔 芽芽芽 為什麼你會在你媽媽的肚子裡啊 不是啦 那是媽媽的神奇袋子啊 我們小袋鼠還沒長大前 都喜歡在媽媽的袋子裡啊 好好喔 阿土的媽媽沒有神奇袋子嗎 咱沒有 而且每天都要挖土 挖土 聽起來好有趣喔 一點都不有趣 阿土聊得要命 真的嗎 不然 我們來交換好不好 交換 對啊 我們交換一個禮拜好不好 好啊 我也很好奇 弟弟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媽媽 我可以跟阿土交換一個禮拜嗎 好啊 可是你不能變成阿土媽媽的負擔喔 媽媽 她是芽芽 我們剛剛決定我們要交換一個禮拜 那怎麼可以啊 沒關係 就讓他們體驗一下不同的生活吧 這個 阿土媽媽 你放心 我會努力學挖土的 拜託啦 拜託啦 媽媽 好啊 好啊 阿土 你要乖乖的 耶 芽芽 我們回家吧 好 小朋友一起床囉 我們今天要練習跳遠喔 跳遠 嗯 是啊 芽芽每天早上都要練習跳遠喔 可是 快點 別害怕 我先示範給你看 你看 就這樣用力一跳 來吧阿土 我 我衝 救命啊 沒關係 慢慢來 我們明天早上再練習好了 明天還要啊 當然喔 慢慢來一定會進步的 阿土有什麼好抱怨的啊 只不過是挖挖土而已 又不像我 要拖全渣的地耶 但是 他挖土也是很累的啊 而且 他還要去練習跳遠耶 交換家庭好像不一定是好事 阿土他看起來就有一點不太適應耶 嗯 你看看 土拨屬的腿 又短又胖 更要來說 挖土還比較輕鬆耶 芽芽才學一個禮拜就這麼會挖了 謝謝 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 挖土這麼好玩呢 對啊 芽芽進步很多喔 對啊 很厲害耶 不像阿土 每次挖五分鐘就要休息一個小時 那我回去一定要跟阿土說 挖土有多好玩 好啊 既然阿土媽媽說你進步得很快 那我們來比賽吧 好啊好啊 預備 開始 阿土 你乖乖在這裡 我去找點東西來吃 好啊 好啊 又飛又大的土拨屬 今天有大餐可以吃啊 阿土 快跑啊 我不要啊 太棒了 救命啊 大餐必定挖啦 大餐必定挖啦 你們終於回來了 我們快擔心死了 阿土你怎麼變得這麼胖啊 阿土啊 你剛剛怎麼不自己挖洞躲起來呢 我這個星期一直都吃東西跟睡覺 忘了怎麼挖洞啊 你啊 不是忘了 是從來就沒有好好學 還好 雅雅這個星期很努力地學挖洞 才能夠及時把你救出來 雅雅 謝謝你喔 不客氣 而且挖洞真的很好玩耶 我每天都會跟眼鼠玩挖力洞遊戲喔 我 鐵枝想偷懶 都待在雅雅媽媽的肚子裡 什麼都沒學會 而且還變得這麼怕 阿土 其實做什麼事情都只是差在用不用心 沒錯 不然雅雅怎麼能這麼快就學會挖洞呢 阿土沒關係 我們以後早上一起練習跳遠 下午一起去挖洞好不好 好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但是要注意安全喔 耶 呀呀 我會更努力練習 到時候一定會跳得比你遠 滑得比你快 太好了 那我們一言為定囉 太好了 太好了 好險喔 阿土差點就被黃水王給吃掉了耶 對啊 可是呢 因為雅雅抱持著多學的態度 認真的學習挖阿土 在危急的時候 還順便救了阿土呢 嗯 阿土好吃懶做的 一旦變胖 而且什麼都沒學會 可以囉 你媽媽要你拖地 其實也是為了你好啊 阿土瓜土 跟我媽媽叫我學拖地 有什麼關係啊 而且拖地 對我又沒什麼好處 當然有關係囉 你媽媽要你去拖地 是要你保持環境整潔 環境整潔一旦維持好 身體自然而然就會健康 而且拖地也可以當作減肥 不是一舉兩得嗎 那既然這樣的話 不如我跟你交換 你來我家幫我打掃家裡 這樣還可以讓你身體健健康康的 真的嗎 可是我怕你來我家的話 我怕你會受不了啦 怎麼會受不了 你在家又不用拖地 雖然我在家不用拖地 可是我每天早上起來 都要陪我阿公去公園走五圈 走完公園之後呢 回到家還要去院子裡面交花 吃完早餐呢 我還要順便洗碗筷 然後收完 怎麼這麼多 那你還要跟我交換嗎 不用了啦 我媽媽快要下班了 那我先回家特地囉 西瓜哥哥 拜拜 你這樣子的話 運動量可能會不太夠耶 你跟我去運動一下 是不是減肥嘛 西瓜哥哥 怎麼你也在看漫畫啊 沒有啊 想說這等你來嘛 就先看個漫畫囉 你以後一定會變得又胖又醜的啦 我只是看個漫畫而已 有這麼嚴重嗎 當然有啊 像我哥 以前每個人看到他都要叫他大帥哥耶 可是自從他迷上了看漫畫之後 每次放假都不出去運動 現在已經漸漸的變成了大胖哥了 那會不會是因為他太沉迷了 是啊 是啊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喔 不要再看漫畫了啦 要不然等到你變成了胖西瓜 那可就來不及了 應該不會吧 而且蜜蜂姐姐 看漫畫不見得是不好的事啊 像我看的這本漫畫 裡面就有教我們一些好的事情 還有好的道理 讓我們去學習 你看 這裡面啊 就有教 真的嗎 廣闊的大草原裡住著獅子一家人 小獅子阿偉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但是每天全家人出去找食物 他都不願意出門 因為啊 他太懶惰了 阿偉 該出門了 我們要去打獵咯 對啊 阿偉 只要我們全家威風零零的站出去 一定會有很多收穫 不要啦 出門要跑好多地方 我懶得出門 我不想去 阿偉 你又來了 老是不出門很宅啊 你這麼懶 小心會變成大胖子咯 哎呦 不會啦 你們就隨便幫我帶個東西回來吃就好了 我又不挑 唉 真是受不了他 好了好了 那我們走吧 老爸走吧 阿偉 今天天氣很好啊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山上玩啊 一直待在家裡會悶出病來的 不會啦 你看我多舒服啊 有東西吃又可以曬曬太陽 你再睡一覺簡直是太舒服了 哇 你也太懶了吧 真受不了你 嗯 懶惰的阿偉 每天都只吃不動 待在家裡不出門 結果變得越來越胖 也越來越不像獅子 嗯 哎 孩子的媽 你看看阿偉 她好像越來越懶了 啊 對呀 我怕這樣下去 我們獅子家族最驕傲的尊嚴 都被她破壞了 對呀 那 我們得想想辦法 改掉阿偉懶惰的習性 嗯 是啊 可是 要怎麼做呢 哎 我跟你說 我想到了 就是啊 今天我們都去那時候了 大家都出門了 嗯 反正有東西吃 我又可以繼續睡大頭覺了 嗯 嗯 他們怎麼還沒回來啊 可能是去朋友家吃飯了 可是東西都吃完了 我的肚子有點餓耶 算了 等明天他們回來我再吃好了 哎呦 好餓喔 他們這一次怎麼去這麼久啊 我快要餓死了 只能自己去找東西吃了 哎呦 要去哪裡找食物啊 那裡有一隻兔子 那就抓牠當我的早餐好了 怎麼才跑一下就這麼喘啊 我以前都不會這樣啊 我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哎 你就是傳說中 又冷又胖的獅子阿偉嗎 今天太陽是打西邊出來啊 你竟然也會出門 好奇怪啊 哎 你講話 會不會太過分了啊 哈哈 你這麼胖 怎麼可能抓得到我 我看 我讓你三步怎麼樣啊 哈哈 阿偉很想起身抓兔子 可是身體就是動不了 於是眼睁睁的看著兔子跳走 雖然阿偉很不服氣 但因為沒有體力吹上兔子 也無可奈何 正好休息一下 繼續尋找理由了 哈哈 這裡面的阿偉跟我哥好像喔 放假都不出門 連朋友找他出去玩 他都不要去耶 好像喔 對啊 因為他太久沒有運動了 所以連兔子都抓不到 還被人家取笑耶 可是 那阿偉他會不會餓死啊 還是說 他會不會遇到什麼事情 其實這個我也不知道 因為後面的我也還沒看過 那我們還是繼續看一下好了 那邊有一隻羚羊 這次只要我的動作快一點 一定可以抓到牠的 獅子 好累喔 我怎麼還是離牠這麼遠啊 再一下下就可以吃到東西了 阿偉 你要加油 好喘喔 是阿偉 是阿偉啊 晚上牠又追不到我 我先把這裡的草吃完再走吧 好了 吃得好飽喔 你慢慢走啊 拜拜 拜拜 不要走啊 我快餓死了 餓得瘫在地上的阿偉 又眼睜睜地看著食物跑掉 這次阿偉終於肯好好地想想 自己的問題出在哪兒了 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都是因為我太懶惰 變得這麼胖 才會連兔子跟羚羊都抓不到 還被牠們嘲笑 而且 我總不能一直靠家人給我食物吃 還是得靠自己抓獵物 才能活下去 加油 我一定可以找到食物的 有了 我就不相信我抓不到田鼠 好累啊 我就在這裡等牠出來吧 耶 我抓到了 我抓到田鼠了 原來受戀是這麼的不容易啊 我以前都太懶惰了 終於抓到田鼠的阿偉 感動的眼淚都掉下來了 其實 不只是阿偉很開心 阿偉的家人更是感動 因為這幾天 他們都在阿偉身邊觀察 看到牠的突破 爸爸跟媽媽更是開心 你們 你們怎麼都在家啊 阿偉 你做得太棒了 我們都看到你的努力了 對呀 我們一直在你身邊 看你做每件事 看到你終於想通 我們都很開心呢 我 我以為你們放棄我 不回來了 我們是為了讓你改掉這個壞習慣 所以才想出這個方法呢 你看 自己努力抓到的田鼠 是不是很好吃啊 小弟 以後我們就一起出去打獵 哥哥會教你很多技巧哦 不過 你要先減肥哦 對啊 減肥之後 你就能更快地捕捉到獵物了 好啊 謝謝你們的關係 我以後一定會加油 一定會好好學習狩獵的技巧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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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阿偉可以認清自己的缺點 然後振作起來 一點都沒有靠別人的幫忙哦 其實懶惰這種事情啊 別人是幫不上忙的 除非自己想要改變 這本漫畫好好看哦 而且它還教我們不可以懶惰耶 也對耶 不過剛剛好像有人說 不要一直看漫畫 再看漫畫會變成大胖哥 你不要學我啦 根本就不像 對了 你這本漫畫借我好不好 我想要借回去給我哥看 讓他不要再這樣子懶惰下去了 因為除了看漫畫之外 還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 好是好啦 可是 那就謝謝你了 沒想到今天的生活這麼多耶 對了 我差不多要回家去寫功課了 那這本漫畫我先借了 對了 西瓜哥哥 你最近好像有一點 那個 我看 還是要多運動比較好 拜拜 停 那個 那個是哪個啊 是變胖的意思嗎 不對啊 我最近明明只有吃 一些爆米花跟一些薯片 還有蚵仔麵刷 這樣子 這樣也會變胖 我怎麼亂講一通 不對啦 我那本書 圖書館到齊我要還耶 對 我這本來是太陽 多可怕 可怕